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呀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收聽自然療法御理 我是Diana 我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會繼續跟大家分享一些 自然醫療的資訊 最新發現幫助你和你家人 能夠認識到多一些安全又有效的自然醫療工具 能夠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袁醫生你好 Diana你好大家好 大家好 那今集我們繼續說壓力是慢性的毒害 大家都知道壓力是百病之源 雖然身體會自然去處理 但如果過度都會出現問題 那其實袁醫生 怎樣會令到我們有問題呢 其實我們都知道 有些人說法 要沒有壓力是死人才會有壓力 活生生的人一定在日常生活裡 遇到一些所謂的壓力 即是環境的改變 所以我們去適應它 身體其實有自然的機制對付壓力 但為什麼我們說呢 其實壓力是百病之源 人之所以早死或者死亡 其實背後的真真正正原因 都是跟壓力有關的 好了 我和大家分析一下 或者分享一下 我們身體原本是幫助我們對付壓力的天然反應 是怎麼會慢慢淪落 變為對身體有害呢 我們身體有十二種 簡單來說 可以說有十二種自然的對壓力的反應 第一是Cortison 我們叫做可滴崇 即是類固醇 身體的用這種方法 第二是甲常前素 第三是我們安多芬 是我們身體內分泌 第四是聖荷爾蒙 第五是我們身體的消化度的反應 第六是糖分和胰島素的反應 第七是膽固醇的反應 第六是我們心跳加速的反應 第八是我們吸收空氣的加速空氣的吸收反應 第十是我們血液的反應 第十一是皮膚的反應 最後是我們感覺氣官的反應 我們身體其實有這麼多機制 是幫我們處理壓力的 是保護我們的 但是為什麼這些正常的反應 會結果是淪落變成對我們身體有害呢 比如第一 我們淪固醇 或者是科迪醇 或者是科迪醇 也叫皮膚 這種是我們身體天然的一種的淪固醇 是科迪醇 是我們身體腎上腺素的 是 身上腺素分泌的 通常呢 我們這種這樣的 科迪醇 是在我們身體遇到一些敏感的反應 比如敲喘 或者是見到一些塵埃 會令到我們一種突然之間 作出敏感的 好了 這是一個正常的反應 我們身體需要淪固醇的 是一種我們叫做壓力的荷爾蒙 我們是要靠它的 但是呢 如果這種這樣的可迪醇 是長期增加提升了 我們的身體會 破壞我們身體 對癌症的壓力 感染的壓力 開刀之下壓力 以及疾病的壓力 因為長期的壓力之下 我們的淪固醇 就會傷害我們身體 在這方面傷害我們身體 身體每一個的淪巴 淪巴腺體 都會萎縮 導致我們身體的免疫能力 變弱了 很多時候在大壓力之下 很多人就會因為 傷風感染 流感 出現很嚴重的問題 原本的幫助我們方法 其實都搞不定 好了 給個例子 大家都有機會遇得到 很多時候我們發現 我們三文仔 初初一上學的時候 突然很容易多病 是的 我經常都說 可能菌多 三文仔互相傳染 很多時候 都看到 初初入幼兒園 或者去幼兒園 健康中心 很多時候 十文仔是特別多的 其實這種情況 為什麼十文仔會出現這個問題呢 原來 當一個十文仔 要離開一個 家裡的環境 一個舒適的環境 去一個新的環境的時候 他們的身體 其實有很多壓力 就是因為他離開了 去一個不熟悉的環境 身體一種長期 處於一種新的環境 的變遷的壓力 是導致他的免疫 的抵抗力是減低的 就不一定是那個 比如學校裡面 特別多菌 好了 也都發現 我也都有很多些 幼兒園的那些老師 他都經常都 有一個同一個問題 一回到學之後 就經常對著那些學生 經常咳嗽 自己經常有多病 其實呢 壓力在哪裡呢 你知道 一個老師 去一個新的學校 處理學生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所以在這種 這樣的工作環境之下 他們的免疫能力 是減低了 所以這樣說 在我們那個 肌質疼 腎上腺素的肌質疼 是長期提升之下 其實也都會減低我們胃 是對胃酸的那種抵抗能力 所以很多時候 有些人會產生胃癢 或者十二指腸癢 或者嚴重一些 是導致結腸癢 其實這個 都是因為我們長期的 肌質疼的壓力 是減低我們身體的抵抗能力 好了 我也都知道 如果我們肌質疼多 會令到我們骨質稀疏 會變得特別脆弱 也都導致我們容易骨折 也會令到我們身體的血壓會提升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身體的骨質疼 在壓力之下 我們身體的骨質疼 會儲藏起來 是從而導致我們身體的血壓增加 好了 如果你的平時的血壓是偏高一點 如果再加壓力之下 就很容易導致我們心臟衰竭 很多這些情況 我亦都很多遇到一些朋友 家裏傷食的人 也有病人裏面的報告 很多這些人 初初可能有因為少少問題 可能跌倒了 暈了暈了 就進了醫院 進了醫院之後 就不斷有新的感染出現 結果肺炎 甚至乎死亡 其實這個為什麼會出現呢 因為始終 醫院不是一個安場的環境 是一個很陌生的環境 對一個病人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所以很多時候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身體反而出現很多新的問題 所以老人家 我很多時候 都叫大家 盡量在家裡照顧他 盡量不要送他入醫院 因為對他來說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這個新的環境 這就是Cortisone 是我們正常腎上線素的壓力 的荷爾蒙 結果會導致我們心臟病 血壓高 胃潰瘍 以及多方面的感染 癌症 其實這個機制是這樣的 好了 二種我們的反應 就是我們甲上線荷爾蒙 我們知道在壓力之下 甲上線素的荷爾蒙 在血液裡面會增加的 原來的目的是什麼呢 甲上線的荷爾蒙 是會增加我們身體的 新陳代謝 加快些 那就是說 我們身體燃燒 燃料的能力是加速了 因為為什麼 我們身體是需要額外的能量 像汽車一樣 要額外的加油 其實甲上線素 我們是在做這件事 好了 但如果我們甲上線素 長期的提升的時候 結果我們出現的問題 我們會甲上線素高 會導致我們對熱的忍受能力減弱 很怕熱 神經系統很脆弱 很緊張 紮紮跳 以及導致我們體重減弱 失忍 最後呢 可以這樣說 整個人的疲累是全被燃燃 但是很多人在壓力之下 反而會增肥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在壓力之下 就拼命吃很多額外的卡路里 令甲上線素 抵消不了 這個甲上線素 怎麼會長期壓力 變了傷害我們身體 那第三呢 我身體有內分泌 Endorphin 在我們身體的 hypothalamus 腦下腰 腦下面的一個部位 是產生Endorphin 我知道 Endorphin 就是內分泌 麻啡 就像麻啡一樣 令我們感覺良好的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是止痛的荷爾蒙 在我們大壓力之下 或者受傷之下 或者我們那些 打拳擊的比賽 就算斷了骨也好 我們都感覺不到痛 因為在這種壓力之下 我們身體的Endorphin 會產生了 尤其是女性 臨盆 30元 那種痛是很高度的痛 幸好我們身體 就有這些Endorphin 出現了 我也看到很多人 長跑的人 越跑越開心 越跑越起勁 因為他感覺很舒服 因為有一種Endorphin 有一種耐分泌的麻啡 是在幫助他們 好了 但是呢 長期的壓力 會令到這些 Endorphin 會消耗了 導致不足 結果呢 我們痛楚 就會增加了 扁頭痛 腰背痛 關節炎的痛 其實不是因為疾病本身的問題 只不過我們身體內分泌的麻啡 是少了 所以我們感覺到這種痛楚 很多時候呢 在我們處理方面 過去也有些人用了這樣的針灸 或者我們叫Tense Unit 一種皮外的電流刺激 多方面我們也知道 在中國呢 甚至乎是用針灸 是幫助針灸做手術的麻醇 這就是我們身體的安多芬 在長期壓力之下減少了 導致我們在壓力之下 東向西通了 好了 第四個反應呢 就是我們 聖荷爾蒙的反應 是我們身體的 Testosol 是我們高染的 荷爾蒙 和progesterone 是一個女性的荷爾蒙 這兩種荷爾蒙 是會減弱了的 很明顯呢 在這種壓力之下 荷爾蒙的減弱 是會導致我們 是我們的獸人 我們的Fertility 會減弱的 當然呢 在有災難的時間 或者有防災 或者我們的生活環境 太多壓力 或者戰亂的時間 食物不足 這是一個很好的 起碼你不要在這種 惡劣的環境生小孩 是吧 所謂一種自然的保護方法 但是呢 當然 在現在的今時今日 我們看到 長期這些壓力之下 我們會看到什麼呢 我們很多時候 十分仔 就是夫婦 對性慾方面很低 可以說 在性生活方面 是減弱的 或者很差 從而可能 是產生一些摩擦 但他們不知道 其實背後的問題 都是因為長期壓力 在香港呢 我在我的 我都看到成多幾萬個病人 我們也都往往發現 香港人呢 在性生活方面 其實是比較是很頻繁的 很少的 其實原因呢 都是一個香港的 生活壓力的關係 也都看到 現在呢 大部分 很多大城市的人 不仁這個問題 其實是很普及的 基本上 有三對夫婦 有一對夫婦 是上山 是幾年 都是出現問題 這也是我們 因為我們的壓力的影響之下 導致我們性荷爾蒙的減弱了 好了 還有一個反應 就是我們腸胃的反應 大家知道呢 在壓力之下的時候呢 我們那個腸胃的感覺 會怎樣 消化不良 先不想吃東西 第一 就是你捱死人 你會不想吃東西 是不是 就是你沒有了胃口 你在做運動的時候 你沒有了胃口 那這個是正常的 因為 如果你是要做一些運動 或者在有比賽的期間 你當然是把血液去哪裡 去我們肌肉的方面 不要在我們的消化度裡 去消化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的口液都會乾 是不是 就是 令到我們身體 不要把口水的液體 太多流入我們的消化度 可以這樣說 在這種壓力之下 我們胃 我們的腸 分泌 可以說完全停頓了 很有趣 反而我們那個大便 小便 反而會更多 因為很多時候 在這個壓力之下 我們會好像急療 或者要去大便 就是 其實我們身體 就是想把那些 不好的髒東西 清淺一些 那麼我們身體 是對付壓力的能力 會更加強 好了 那這個是正常的情況 但是我們知道 在壓力之下 我通常會怎樣 人們會口乾 說不出話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會發言 在一些公共要演說的場合 通常 他都會 給你一杯水 在旁邊 好像我們一樣 有一杯水 因為在一個壓力之下 我們的身體 消化度 我們的口腔 都會比較乾乾 原來很有趣 這個這樣的反應 曾經是被利用 做一種測方的方法 原來在以前的中國 就會這樣 譬如一班人 懷疑有問題的人 就叫他排排 站起來之後 然後每人 是給他一大匙 還他吃的 然後就問他問題 你知道 如果你是有問題的人 你的口腔會乾的 你口一乾之後 你就吞不到飯 那說話就乾不到 你答不到這個問題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明顯 就是我們身體 其實作出這些 這樣的正常的反應 在壓力之下 我們基斯本Sir 不應該去消化 不應該吃東西 除了這個 我們的消化度 我們也知道 在壓力之下 我們身體的糖分 就是入血的糖分 會加速了 還有我們身體的胰島素 幫助我們 那個處理 或者身份代謝的糖分 都會增加 這個壓力之下 當然那個原本的好處 就令到我們 即時有些急速的能量的供應 好了 但是如果長期的情況之下 我們會碰到什麼呢 我們便會出現糖尿 或者血糖低這些問題 其實血糖低的問題 往往是我們身體 對處理糖分已經出現問題 我們那個胰島素 處理的糖分已經 已經減弱了 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便慢慢地 會演變成糖尿 這個正常的反應 是慢慢地 變成傷害身體的反應 膽固醇 原來膽固醇是我們肝製造的 我和大家過去都說過 80%的膽固醇是我們自己製造出來的 食物的膽固醇 其實不太影響我們身體的膽固醇 好了 在我們的壓力之下 我身體的肝會製造更多的膽固醇 膽固醇其實是有什麼作用呢 膽固醇可以作為一種燃料 可以作為一種燃料 當我們的身體的血糖是用完的時候 跟著我們的膽固醇 就可以供應我們肌肉的一種燃料 好了 大家都知道 如果長期的膽固醇的提升 會導致什麼問題呢 大家都聽過 會導致我們那個 心血管 冠狀的血管 肺固醇 也都可能 導致我們那個 動物 硬化 會導致我們 增加我們 心臟病 那個 危機 這樣 這個大家都知道 但問題是否因為 我們那個 食物那方面 其實和大家分析 其實不是的 不是因為我們 食物是我們的 長期壓力 導致我們的膽固醇 由肝的膽固醇 長期提升了 導致我們 血管 硬化 就不一定是跟我們的食物 所以 我跟大家也都分享過這些資料 很多人 一世吃 降膽固醇 藥 其實對他的壽命 其實沒有什麼增加過 所以 問題 就不是我們食物的膽固醇 那麼簡單 是我們的身體 處理壓力 那個能力 是多少 好了 大家都知道 如果我們在壓力之下 心跳會加速 很明顯 心跳加速 是會 將我們的血液 蓬多些血 入我們的肌肉 入我們的肺部 可以燃燒多些燃料 是吧 是一個緊加狀態 非常之重要的 好了 當然 如果是長期的壓力之下 如果我們的血液 這樣來到波面 這樣 很明顯 血壓會提升 血壓提升 就會導致我們中風 或者我們的血管扭 會爆 以及很多其他方面的問題 所以 在正常的血壓 我們在壓力之下 是需要增加我們的血壓 但是 長期的血壓增升之下 就會出現很多其他方面的問題 好了 還有 我們在壓力的狀態之下 我們自然會大力吸氣 吸氣會深很多 那麼 我們的喉嚨 我們的鼻孔 就會不斷來擴張 我們的喉嚨 都會不斷來擴張 令到我們的空氣 可以入得快些 很明顯 我們身體需要額外的養份 可以供應我們的血 進入我們的肺 這是一個正常的反應 好了 但是 如果是一個不良的環境之下 例如 如果你是 一個吃煙的人 你壓力之下 自然會吸氣更多 是吧 吸氣更深 吸氣更多 所以 在這種環境之下 在污染的環境之下 你會看到 其實那個反應 是近期不良的反應 會出現 好了 還有 第十 可以這樣說 我們身體的血液 是自然會濃 會濃 會濃 很多時候 我們發現 很多人說 我嚴血 發現 我的身體的血液 其實很濃 醫生叫他吃薄血藥 否則會中風 為何我們在壓力之下 身體的血液會濃 很明顯 我們要多些 銅血球 白血球 骨髓要多些 我們也要在皮狀 皮膚裏是藏的 那些血球 會擠多些 血液 即是說 我們在壓力之下 需要多些 帶氧的細胞 紅血球 亦都需要 對付感染的細胞 即白血球 亦都會減低 我們身體的流血 所以血液會自然 會化比較濃 如果太薄的血液 就有這些問題 當然 如果長期的血液是濃 出現什麼問題 中風 是否堵塞性的血管 堵塞性的中風 心臟病 或者我們血泉 也有些血塊 塞在一個地方 出現這些問題 之後 你會看到 正常的反應變為有難 第十一個方法 我們身體 皮膚會 毛管都凍起來 大家聽過 有驚嚇的情況之下 很明顯 在自然界 是需要毛管動 令到我們的體積增加 對付敵人 可以嚇走敵人 我亦都看到 很多時候 在壓力之下 皮膚會變得瘡白 即是 身體的血液 由皮膚走到身體的 其他對付戰鬥的地方 肌肉、肌肉、心臟、肺 亦都是減低皮外傷 而導致出血流血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些反應 都是一種壓力的反應 我們亦都在壓力之下 身體會流汗 會幫助我們下面那些肌肉 也知道發熱的肌肉 可以整涼 讓它不會那麼熱 這些全是我們身體的正常反應 但當然 如果你經常流汗 社交方面有問題 整天有很多汗 有很多味道 這當然是一種不好的反應 還有 我們身體的汗線 也會減低皮膚 對電流的抵抗力 這樣 你可以看到 這是身體的正常反應 變壞了 好了 最後 我們那個器官 我們身體的感覺器官 在壓力之下 我們可以這樣說 我們那個眼睛和胸會擴張 我們會看得真 黑暗尊重看得多些 我們亦都會聽覺會加強 臭覺味覺全部加強 為甚麼呢 我們在壓力之下 我們需要看得真些 我們需要聽得真些 我們需要觸摸感覺要強些 和臭覺的全部加強 好了 但你知道 這些情況之下 如果是長期地變成 即加強的警覺之下 慢慢地我們的感覺器官 會被燃燃 很多時候 我們這些臭覺 味覺和聽覺 慢慢地可以這樣說 是越來越弱的 好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的感應器官 我們很多時候會出現意外 對 會有意外 因為我們感應 聽覺 各方面其實都變差了 可以這樣說 我們正常的身體 對付壓力的反應 如果在長期壓力之下 反而會傷害我們的身體 明白了 這一節的時間差不多 稍後回來繼續自然療法與你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重金屬 雜質 錄氣 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訊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資源 健康之全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回到第二節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今天的題目 壓力是慢性的毒害 剛才袁醫生跟我們說了 12個正常壓力的反應 怎樣影響到我們的身體 導致我們的身體出現問題 既然我們知道壓力是百病之源 甚至乎會令到我們短命 是啊 沒錯 醫生我知道你爸爸媽媽很長瘦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我們很多人都尋求 所謂健康長瘦 起碼要過一百歲 我自己也很幸運 因為我爸爸也活到差不多兩個月就一百歲 他自己也是一個無疾而終的 早上六點幾鐘 他就快吃飯了 他自己起床去洗手間 在洗手間坐下 沒多久他就過世了 可以這麼說是由盡登滅 沒有病沒有性的 我媽媽也是的 96歲 之後還要走公園 去銀行拿錢 要過年季節 安排之後 回到來就覺得累累的 就上床睡覺 睡得睡覺就沒醒了 足成六歲 大家都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們那個長壽 健康長壽的秘訣 其實我覺得做很多這方面的研究 他研究就是 起碼活到九十歲以上的人 其實他們的生活方面 和大家有什麼不同 我們研究發現 其實健康的關鍵 是有四方面都要顧及得到的 第一當然是健康 第二就是經濟方面 第三就是我們個人的關係 個人的性格方面 第四是我們工作 就是說在我們四方面都相當重要的 第一在經濟 大家都知道錢是很重要的 有一種說法 沒有錢什麼都做不到 但也知道錢不是要很多很多的 那我也都在香港都認識過 很多很有錢的人士 其實都不是很長壽 那所以呢 但是經濟那個 他是要足夠 足夠是做到你想做的那些事情 那還有呢 是在我們 譬如有病的時候 或者經濟衰退 或者我們突然之間失業之下 都有足夠的安全的錢 來保護到我們 那當然 當然經濟可以買來 某個程度上的方便 令到我們多些時間休息 可以請人做一些事情 你自己可能可以憑出一些 多些空間的時間 自己去休息一下 那所以錢是很重要的 那第二呢 當然是自己那個人際的關係 自己有沒有足夠的朋友 朋友不用多 總之有好的朋友 有幾個好的朋友 還有家人的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這也是一個長壽的 關鍵之一 那第三呢 就是我們的健康 那你可以看到 很明顯 我們健康之道 是很重要的 那有些人就因為 是不懂得處理健康問題 那在我們現時的醫療制度之下 其實人的健康是越來越差的 那當然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們的醫療的方法 是被一種所謂的 對抗性的醫療壟斷了 那變成很多人 就會太過依賴這種方法 對抗性醫療不是沒有價值 只不過這種西醫的醫療方法 是對一些創傷性 斷骨 流血不止 這些問題是很有用的 但是你知道 除此之外 大部分人的文明人的慢性病 其實那個關鍵 不是醫療的設施 大家都 以前也有機會說過很多次 全世界有很多長壽村的地方的人 那些地方通常是沒有醫療服務的 所以健康的關鍵是 就是我自己怎樣懂得照顧自己 就不是靠醫療服務 那第四就是工作方面 我們找到一份 就是 清心的工 自己有滿足感的工 以及自己所受的教育 是否適當我們需要的東西 那這個就是四個很重要 第一經濟 個人方面 人際關係 健康 以及我們工作的成就 好 好了 給大家一個例子 譬如哈ward Hew 哈ward Hew 哈ward Hew大家都認識 哈ward Hew大家都認識 大家都因為電影都拍過 夏河里會電影都拍過 所以他身平的事跡 大家有機會認識得到 哈ward Hew是一個很成功的生意人 他也擁有航空公司 哈ward Hew很明顯 他在經濟方面 可以這樣說 是非常之成功的 在經濟方面 他是達得到的 好了 但個人方面 他就很差 大家應該看到 他最終是一個很孤獨的 孤獨的 他就躲在家裡 是不肯出街的 他那些所謂友情 都是拿錢買回來的 有人照顧他 他都靠錢買回來的 所以在個人的方面 個人的關係 他是失敗的 好了 健康方面 大家都看到 他臨終的時候 他人關在房間 要戴著手套 不敢跟人握手 好像怕有細菌 可以這樣說 他整個人的一生 最後 不單止在身體方面 精神方面 其實都是很病 很差的 所以在身體健康方面 他都是肥佬的 第四就是工作 雖然他是一個很成功的企業家 但是他在處理的事方面 和工作方面的交往的人 可以這樣說 是一個很不擇手段 是達到他的目的 所以很多人都是怕他的 敬而遠之 就不是說 對他的成就是很敬慕的 好了 現在看到 R Hill一點都不長壽 他四樣東西裡面 除了金錢方面是成功 其他全都失敗 好了 又另外給另外一個例子 瑪莉檸夢露 大家都認識 瑪莉檸夢露 在經濟方面當然也成功 他作為一個 一個就是 荷里活的國際的影星 在經濟方面 他是成功的 但是個人方面 是很失敗 大家都看到 他是缺乏安全感 缺乏愛 他所有的一生 都是追求這些 穩定的關係 愛 很多次離婚 這方面 個人方面 亦都失敗 健康方面 也看到 他不單止是 精神方面的出現問題 還有他上了藥癮 還有酒精 那些 就是drug addiction 所以他也在這方面 健康方面 亦都是失敗 在工作方面 可以這樣說 他也算是成功 一個所謂成功的 荷里活的明星 你看到 四方面 他只是兩方面成功 兩方面失敗 所以他亦都是不長壽 等大家知道 其實我們健康長壽 其實很關乎 是四方面 我們也要做得到 好了 工作方面 和人際關係 其實如果我們對自己 稍為有些認識 大家我相信 都聽過 《九型人格》 也在過去 亦都有不同的人物 人的性格分析 這方面其實挺重要的 如果大家 如果自己了解自己多 在自己知道 哪種工作 是適合自己多些 其實在我們尋找 對付壓力 尋找快樂 其實是很重要的 我現在和大家分享 就不是九型人格 因為九型人格 相信香港人都知道 這是比較舊式的模式 是一間公司 叫做Wilson Learning Corporation 是他們創立的 很簡單的 將人分成四大型 一種分析型 analytical 分析型的人 一種就是和海可親型 amiable 有善型的人 還有第三種是推動型的人 driver 推動的 創業的人 第四種是表達型的人 社交方面 是很開放的 你能看到 每一型的人 都有他的弱處 也有弱處 例如推動型的人 推動型的人 喜歡控制 他的決定 他的決定 很強的 他做出的決定 他做出的決定 會實行 效率非常高 全部要控制 這是他的弱處 他做出的決定 但他做出弱處 他做出弱處 會推動型的人 可能會控制人 可能會要求太高 這是他的弱處 第二型的 社交方面很厲害 表達型的人 很多人都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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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滿熱誠 也很戲劇化 也很容易感染別人 這種我們叫做 表達型的人 第三型的 我們叫做和開海親型的人 很幫助別人 很支持別人 很多時候都很靠得住 很開心 作為一個朋友 是非常之好的 第四型 就是分析型的人 這是技術方面的專家 很勤奮 做事貫徹 很認真的 很警覺性 很有系統 在四種型的人 當然每個人的工作 都有些適應工作 例如我們說 推動型的人 控制型的人 當然這些人 是做一個政治的領袖 或者做一個企業的領袖 這是非常之對的 如果他不應該去做的工作 例如找一間獄醫院 叫他去operate 這就很不適合他 好了 表達型的人 當然是做議員很好 做公關很好 做推銷員的領袖 做推銷員的領袖 很好的 因為這些人很喜歡 跟各方面的人接觸 這種型的人 不適宜做什麼工 肯定不適宜做會計 肯定不適宜做圖書館的管理員 肯定不適宜做什麼 這個型的忠實 就是ocm güviii 那些人是科研科研科學家 這個不適宜做會計 這不適宜做會計 這個有善型 這不適宜做會計 和可可心的會計 当然是公關最好 服務行業最好 和服務行業最好 而且銷售行業 cd 他们不应该做什么工作 是收数佬肯定不行 那些要强硬的做事的人 肯定有善型的人的性格上是做不到的 分析型的人适合什么工作呢 适合于会计、市场的分析、做科研、物理学家 这些人是analytical 分析型的人 这些人当然不能做那些show business 或者那些娱乐界的人肯定是对的 在我们人物的性格里面 如果了解自己的性格 在我们的成熟工作方面都很重要 这个大家都可以多方面去学习 那最后呢 我就和大家再讲讲 压力压力 我们整个这么多次都讲压力 压力的方法可以减压呢 在Dr. Peter G. Handsome 这个呢 他在七零年代、八零年代写一本很长期的书 叫做Joy of Stress 其实很多资料都在这本书里和大家分享的 他提出三点 第一点呢 他就要善待自己 Pamper Dicell 就是多方面呢 给自己多些休息 给自己多些少少的那些reward 就是不是因然放一次架 两次架 平时有空呢 都要懂得自己去做一下Facial 做一下洗腸也好 做一下按摩 放一下小假 有朋友喝一下下午茶 这些小动作呢 其实很重要的 有时候家庭主婦 家庭主婦太多人要照顾 应该是请个人帮忙 自己都可以做多方面的活动 去打球 或者浸浴浴浴浴去Spa 去喝啥 可以喝啥 而且对一些无可改变的事情 要不要理会之后 这是有些情况之下 你既然你改不到这种情况 较せ横 你不是 attorney的范围 就不要理会 这些空间的事后 第三点是Vere Jacobs 当然我们都说过 死人是没有压力的 不需要担心的 其实每个人都有事情要担忧的 但只不过要有效率的担忧 这个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 明白了 那今天来到第三集的压力 是慢性的毒害 刚才袁医生和我们提过 有12种正常压力的反应 会导致健康的问题 四大健康长寿的秘诀 和三大减压的方法 那现在剩下一点时间 那不如麻烦袁医生和我们解答 一些听众声给我们的问题 我们很久都没有机会和大家分享 有些问题我有时在电邮里提早已回答了 或者听听这次有几个问题 大家想问什么 第一位 家人一直受到腰间盘突出 和骨刺所困 那已经看过脊椅了 可以短期内减低了痛楚 试过针够但完全无效 所以想问一下袁医生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到呢 在这种脊椎盘骨的变化 可能导致脊椎神经有突脱 产生压力 很多时候就会产生一些很痛楚 或者是麻痹 这种感觉的影响 那再严重一点 可能是出现行动方面的 有个脊椎的动力的神经影响 那就可以令到病人的行动也会出现问题 在西医的角度来说 一般来说 都是给你吃些脊盈药 止痛药 或者叫你饿床 但是你知道 年纪大的人 很多时候都会慢慢会 因为脊椎的退化出现 所以你不能说长期饿床 当然我亦都遇见过一些症疾病人 结果西医就建议他 你大小便都不行了 那没办法 你唯一就开刀了 那当然希望这位病人所说述的 就未曾去到那个阶段 只不过应该是停留在一种痛的阶段 在我们除了你试过脊椎 脊椎有帮助的 你亦都经历都有帮助 还有针灸 针灸在现在这个情况是帮助不大 那我们会怎样做呢 我们会用同类疗法 就是我会用同类疗法 在我的临床处理病人里面 其实我很多时候 我都是要用同类疗法的 大家都知道 我是一位脊椅来的 我在加拿大安大利省 仍然有牌照 我仍然维持到 虽然我离开了很多年 但是我都为了将来回去方便 我都没有放弃那个牌照 我一直都有 我也是香港的脊椅 也是一位表列中医 我也是一位在加拿大 是毕业的自然疗法医生 虽然我现在没有在加拿大 逐那个自然疗法牌 因为当时都离开了之后 我已经疏忽了 我都没有在加拿大 但是我也是一位同类疗法医生 在我的经验里面 在香港我的主理病人里面 很多病人都试过其他的自然医疗医生 例如脊刮神经科 中医 甚至坊间也有很多人 用自然医疗方法去看病 所以 都未成功的情况之下 在我的诊所里面 当然我就会用他们未试过的方法 就是同类疗法 在这位病人里面 我觉得还有些工具可以尝试 是用同类疗法 也有些营养的方法 也都可以帮助得到 有时候的草药 西草药 营养素 有些天然的消耗药 其实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所以 如果需要的话 他可以自己订阅 我会用同类疗法 用其他的他未试过的方法 视乎他的情况 视乎他的年龄 很多时候 反而腰背痛的人 通常就不是年纪很大 反而是中年 五、六十、五十岁 四十多岁 他们的腰背痛的问题 似乎是比较多些 为什么呢 因为年纪大的时候 我相信你的神经 其实都是慢慢地麻木 或者适应了 你的骨 很可能退化到某程度上 已经僵硬了 骨质已经增生了 可以说是某程度上固定了 所以 反而腰背痛的问题 反而是 无论如何都好 我们在这种情况 我们会用 营养疗法 用同量疗法 这几种方法 其实他都未曾尝试过 也有很大机会去帮助他 OK 好 谢谢袁医生 第二位听众 就问 他一直都用开 煸鲜糖 即是那个 梳打粉 梳打粉 他饭前 十五分钟之前 就会喝一次 有时就会喝两次 但发现有肚射的情况 那问你是否正常 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不应该长期发生 如果你说初初吃了 身体就未曾适应到 有少少轻舍 很可能都可以接受 但不应该长期都是这样 这是第一 第二 这个时候 你去买那些 所谓梳打粉 我发现过 因为有次我去朋友家 因为他都听过我电台说 他都开始用梳打粉去刷牙 那我见到在洗手间 我见到有一份 Baking Soda 梳打粉 但我一看成份 它不仅是梳打粉 它有其他的成份 好像有Magnesium Magnesium 是有一种轻舍作用 所以要很清晰 自己要去买的时候 买梳打粉 有没有其他的成份 即是不要说它是习质 它是故意加进去的 因为我试过 有病人跟我说 他们说 我们的公司 陆创意的梳打粉 来到清洁 即是除除污漬 的效果 比其他品牌 我初初我也不太明白 梳打粉是梳打粉 不应该有什么分别 很大机会 因为它可能外面有时候 你买的梳打粉 可能有其他成份 正常的情况下 就不应该有 如果是有这些 土石 如果长期有 我觉得 就应该停止用 或者减少试 不要用那么多 减少些 或者喝半茶匙 来试试 看这个情况 会不会继续 如果继续出现 我觉得就不应该用 什么原因也好 不应该 是导致你 经常性的轻舍 不是说大便 正常的分辨的习惯 应该是每餐一次的 大部分人 一天一次就以为很好 但是 当然不应该有轻舍 要处理 或者可能身体是 一种排毒 就算是排毒也好 都不应该长期 大家买梳打粉 要留意 那个成份 这个可能是其中的原因 好了 还有位 有位听众说 他爸爸因为轻微中风 入了公立医院 现在大概 有一个月这么久了 但他头脑依然清醒 行动都没问题 但有时需要拐掌辅助 但这个听众 对于主流医疗 都有怀疑的态度 就是怕那些药物对身体不良 想知道中风之后 是否一定要吃西药呢 还是有其他东西可以代替呢 大家如果听我们的节目 听了这么久 都能了解到 其实没有一种病 是一定要吃西药的 其实很少很少 我能想到 可能你先天性 没有了甲状腺 没有甲状腺 你也要吃甲状腺素 你不吃就会没命 其实大部分情况之下 其实没有西药 你一定要吃的 是没有其他安全有效的代替品 所以我觉得 很多情况 可能早期的中风 是闭湿性的中风 有种短暂性的中风的现象 那些人去了之后 就发现你血太浓了 出去了之后 就见你吃那些薄血药 就是阿士不灵 或者Kumodin 这类的东西 但是薄血药很危险 因为你下次中风 就不是闭湿性的中风 而是流血性的中风 通常是严重很多的 所以其实简单来说 第一线 就是用一些天然的工具 就是大自然存在 如果大家有宗教信仰 神的什么都给我们 那你怎样不相信他的工具 先试试这些 如果那些食物方面 很多是可以做的 饮食习惯可以做得到 导致我们健康 其实是有八大因素 食物 水 空气 阳光 休息 运动 心境的平衡 和大自然的环境 这些是有八大因素 在八大因素里面 是从来没有药物存在的 药物 所有的药物 医疗的作用 都是暂短性的 但真真正正健康的维系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食物 水 休息 運动 阳光 阳光 心境 心态 大自然的平衡 这些是导致我们健康的真正的原因 所以任何健康问题 第一线最终都要去那方面去找 明白了 多谢袁医生 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最后提醒大家 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和袁医生会诊 打以下这个电话 25773798 多谢袁医生 拜拜